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强对地攻击能力 那么它的第一个希望就是二元推理市场风管配置在G20战斗机上 这个有很多的网友和专家都进行了解读 但是我个人看法的一些专家的解读可能存在着偏颇 比如说二元推理市场风管 它们解释为只能在垂直方向上上下偏短 而三元推理市场风管只可以上下左右全方向的偏短 那么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不太对的 那么我们先来谈谈二元喷管和三元喷管它之间的差异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什么是三元喷管呢 我们看一般的战斗机比如说坚持 它的喷管是圆形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圆形喷管就称为三元喷管 不管它能不能偏短发动机喷管里面的气流 排出的气流是三元流 而二元推理市场风管 实际上它的截面积不是圆的 而是巨型的 发动机排气管里的气流是二元流 不能够把它理解为二元推理市场风管只能上下偏 而三元推理市场风管能够上下左右全方向的偏短 这个概念是不太对的 而且一般意义上的二元喷管和三元喷管一般来讲是不偏短的 但是也有一些战斗机配备了可以偏短的二元推理市场风管 或者是三元推理市场风管 那么首先什么是二元什么是三元 这实际上讲的是流场 而不是讲的发动机喷流的方向 我们知道喷管有二元三元之分 发动机的机械道也有二元三元之喷 你像米格21战斗机 它的机头是圆的 那么它的进气道是三元进气道 喷管呢也是圆的 它的喷管也是三元喷管 那么尖石 尖石弹机就有必要有意思了 尖石A 它的进气口是方的 可以称为三元进气口 而尖石C尖石B 它们的进气口改成了磅式进气口 那么磅式进气口 在里面的流场 它就变成三元的了 而喷管二者基本上没变 都是三元喷管 这样的流场 二元流场好 还有三元流场好 应该说各有特点 那么首飞试飞员李刚所说的 今后歼二零应该采用二元推列使用喷管 首先是什么概念 我们要理解 它的概念是歼二零目前的圆形喷管 应该改成巨型的 扁宽型的喷管 那么二元喷管和三元喷管 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那么哪一种喷管 效果更好 这是一个 再一个 二元推列使用喷管和三元推列使用喷管 有些什么差别 比如说美国的F22战斗机 它采用的 这就是这种巨型的 二元推列使用喷管 歼10B的推列使用技术验证机 它采用的三元推列使用喷管 而歼20战斗机 目前用的是三元喷管 还没有采用推列使用技术 那么它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是扁宽的二元推列使用喷管好 还是圆形的三元推列使用喷管好的 那么三元的概念和二元的概念 到底有些什么差别 二元喷管和三元喷管 是谁发明的 二元进行道和三元进行道 是谁最早使用的 这些呢 我想在下一期节目中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呢 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